HELLO, 羅大米又煮這些, 今天真是頗厲害 穿得頗正, 不止林德, 一個麥克風這樣放在這裡 很多人批評, 有些人說我的麥克風不靚 有些人說我的圍繞不靚 這個圍繞是網友Karen送的 有些人說我的把刀拿得不好 有些人說我的東西吃好不好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好像未吃過這樣 沒理由, 看得出我這片片我看得出來 每個人都吃過, 因為沒什麼人看 今天做一個蘋果批, 蘋果批 蘋果批有很多種, 今天做一個有鬚皮的 你看到這裡, 如果你不想看, 看下面那個連結 我基本上我學他做, 他是講英文 法國口音, 我是講廣東話 蘋果批, 第一件事先做批 批, 要清粉 我們用的是什麼粉 餅粉 餅粉 餅粉, 即是全創意都可以 不用那麼鹽的 全創意 那, 一百二十五 這樣吧 一百二十五多準 一倒就倒出來一百二十五, 這些就高手 就倒在這裡 這個批皮, 只有兩種原料 就是, 這個 粉, 和 牛油 沒有鹽的 沒有鹽的牛油 沒有鹽的牛油是多少呢 一二五, 即是一半 一半 一半 這個很有趣 其實呢 他告訴你 二十克是多少 這裡二十, 這裡四十, 這裡六十 我們要六十五, 即是大約這裡 就是這裡 這些法國佬呢 即是幾百年代的法國佬就是數學家 那些法國佬的天才呢 那些法國佬的素學家的天才呢 現在就 全部呢 用來煮菜 還差一點呢 難怪不知法國佬的 我要六十五 差不多啦 多一點是好一點的 記住這個牛油一定要 乾身 這個牛油 這個牛油我不用手做 即是可以用手做 亦都很簡單 不過呢 就不要用手做 免得骯髒 還有呢 用手做要的時間 更長 這樣呢 我們用高科技 高科技來的 這個 全部倒進去 麵條 好像是完成了 還要按鈕 按鈕就完成了 要一點鹽 鹽 鹽就適量了 放上去 有一點嚼 接著就蓋過 用手都行 用手摺 用手最好就是摺 但你聽說 要夠凍才可以 但這世界是沒有人來凍手的 所以不行的 不要太久, 要不斷煮好了 為什麼呢?因為那把刀轉的時候高溫 高溫就令到它產生熱 這些牛油的東西不能熱, 一熱就很會輪盡 好, 我們今天一個批少 就加蛋黃, 蛋煮不下 然後還有神秘的禮物 開啟了這個 差不多一滴了, 只有幾滴, 這個是冰水來的 整件事最重要是冷 然後把刀放進去 完成 你以為我完成了嗎? 我就完成給你看 已經足夠了 你看它一粒粒, 真是適合 嘩, 多棒 就是這樣 你看它一粒粒, 接著就把刀切緊 廚房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麼? 這隻手 這就是一個批, 這個沒有面子的, 只有底部 記住, 水真的不要太多 多呢 會硬 一多水就會硬 大概就好了 總之, 埋到單就可以了 好了 這塊東西 放在這邊 廚房第二大大發明 保鮮紙 是不是 有保鮮紙, 生活真是 省很多時間 搞定 粉也不可以蘸 搞定 越整越大 越整越大 鞋子都不需要 如果沒有就用這個鞋子 是這樣的, 做過同關, 什麼都阻礙了 我現在告訴你 鞋底我都阻礙了 其實我有那個鞋子, 不過免得拿 好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的步驟, 拿它去冰 拿它去冰, 要冰它 冰它一段時間 讓它涼涼的 然後就放在批帽上 接著我們現在就弄這個 蘋果 現在先冰它 那個正在冰, 接著弄這個蘋果 蘋果就 沒什麼的 切 蘋果呢 有些人喜歡切大塊一點的 不過有一個竅門就是, 切平的時候 切出來的組織就好好的擺 因為待會 擺得好好的, 不要亂砍 亂砍, 待會要砌差不多 砌那個批, 很麻煩 所以這個 二型來的 這邊是平的, 這邊是斜的 不要那麼多 沒有的 一刀切 就平了 還有這個 網友 Rigena送的 這個呢 就是一個 削皮機 高科技 削皮機 這個 一看就知道高級東西 削皮 我這次不想削完 我想削一半 就是這樣 不知道可以嗎 可以吧 因為皮是好吃的 看不到的 切 這樣 切開片片粗一點點 然後呢 不要弄散 一弄散就可以了 那待會就慢慢砌 不如拿虎來生 厚一點薄一點, 沒所謂 就是了 啊, 做的事很重要 對呀, 盲光開眼 要酸才好吃的 正了, 沒了 因為呢 嗯 三個就不知多少錢 兩個就貴一點 所以就買三個 沒有來買三個的 四個嘛 那就買六個 買六個就多了兩個 多了兩個怎麼辦呢 死去吧 吃不到那麼多 將它切碎 加牛油加糖去煮 煮了一個 之後呢 用個瓶再好 留下一次用 做下一個 版本的 蘋果批 花式蘋果批那個 你不要看見我煮東西吃好像很孤獨 煮的時候是孤獨的 吃的時候是孤獨的 一敷敷 現在疫情 這麼嚴峻 酒肉朋友 現在 最多只可以 四個蘋果以下就不算最重 只剩下一個 最重 剩下一個偏偏 不要放進去 不算最重 搞定 蘋果放在這裡 這個東西呢 稍後會放在那個 酥皮上面 放酥皮之前呢 有些神秘 神秘東西啦 神秘東西呢 就無非都是牛油 這樣的東西 那要多少呢 就 不太知道 我想 20克左右 放一個鍋子 因為稍後要加熱 其實這個東西不用 因為呢 稍後要加熱 這樣呢 糖 適量 這個叫做Castor Sugar 這個叫做Castor Sugar 宋正銅菌 紅孔就是比較幼 幼一點 就容易 容易溶 紅糖不是不行 不過就 沒那麼容易溶 好 少許 少許的檸檬 少許 再加上一顆 不足再 然後呢 最重要是什麼 哇 白蘭地 白蘭地 這個也算是最便宜的白蘭地 是用蘋果 釀的白蘭地 即是烈酒啦 你不要管它 蘋果 對呀 蘋果 現在的歐洲人種東西 太多了 所以 蘋果太多了 又釀酒 又釀酒 就是這樣 這盒子就拿去加熱 溶了 待會塗上面 現在呢 我們就做個酥皮 怕這應該凍得差不多了 OK 待會兒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牛油、卡法特的酒、柠檬、糖、適量 将生猪肉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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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有很多蘋果 我真的做错了 原来可以做很多个 胡乱地放 因为烤了半个小时的蘋果 理论上都会淋滑 理论上的 这些东西怎么做 可以再做多个 不是开玩笑 NG再来 或者吃掉它 又或者是做这个 Cumpot 这个完成了 你说是不是很容易捏 好像方态 然後将将生猪肉拌好 扫加烤糖 梅里面 将生猪肉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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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到這些,沒得頂 茶麵包不知道是否可以,不過應該很酸 這塊的東西,然後放進焗爐裡 220度,10分鐘 然後調低火,多焗20分鐘 焗軟了它之後,再拿出來,將Cusset倒進去 就是這樣,我現在放進去 嘩,都不錯,多漂亮,看到嗎? 這個,對呀 這個焗了10分鐘,220度 調低火,少許,200度,焗多20分鐘 它所有東西都軟了,整個蘋果軟軟軟的 最重要是什麼呢?做蛋撻 這個叫做什麼? 你去買蛋撻,有兩種的酥皮,一個是曲奇皮 這個就是曲奇皮 做一個很簡單的Cusset 蛋一隻 蛋一隻,然後呢,就要很多糖 其實我等一下要拿糖 然後呢,五十幾g,看到嗎?蛋 其實蛋五十幾g,我不需要五十幾g,不過算了 應該發了它,就減出來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蛋,那個撻呢,稍微小一點 四十g就夠了 那呢,原本一百g的這個Double cream呢 那就是六十g 加上一百g左右 好了,糖多少呢?適量 它好像說要五十g,我想這裡三十g也夠了 欸,甜一點 夠了,二十幾g,夠了夠了 保證夠了,不然你吃不到那個甜味 就算了 可以了 啊,嗯,下之前呢,要這樣 關掉了,我們就說要用這個手就這樣 唯有用這個手吧 放一層在表面 然後才放 放一會兒 夠不夠? 應該夠不夠 不夠就把它弄好 夠了,不要太多 熱一下 然後呢 因為這個蛋 應該要調低一點點火 放在中間 低一點點火 因為有蛋 否則就會 會裂 不漂亮 十分鐘 很快 時間又夠 十分鐘,我先看看沒有 燉燉的 燉燉的也沒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本身熱 可以拿出來了 就是這樣 完成 沒有臉,很漂亮 這次做得不錯 最大問題是小一點 唯有只有我一個人吃 不好意思 這個 減肥用的 減肥是怎樣 毒食難肥 我今晚就繼續讀我的論語 論語 論語 學儀篇 有憑自遠方來 煮得你傻 現在不用了 我現在只煮給自己吃 毒食難肥 好正 要等它凍掉 凍掉 然後再滲些糖粉 切開它 然後我示範吃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股味 一如這樣說 現在 天都黑齊了 就可以吃了 這個就是剛才在焗爐裡 拿出來的 看看 也能看到人 這些就是 曲奇皮 很曲奇 真棒 曲奇餅味 曲奇餅味 可以了 之後我們要下雪 下什麼雪 下什麼雪 是呀 大冷天時 下雪 好味道 這樣 這樣 過來看看 這個做得好嗎 兩件事 第一就是蛋 蛋 適不適 這個煮得 夠不夠軟 夠不夠香 還有皮 要夠脆 看看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切開 切開之後 打開 就好吃了 我現在拿兩條碟出來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因為這隻 一個人都吃光 洗鬼 吃光 大概 不是特別好 不是特別差 也能看到人 好 我把它放上這個碟裡 一半 這個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我會有更加毒辣的食物 告訴你 正所謂無毒不丈夫 我先加些毒的食物 這樣就很孤單 這麼孤單吃 不太好 我應該做一些霉霉 我又免得做 把剛才說的 半疊 半疊 蘋果 好像拿了兩個 三個 剩下的那些 全部切碎 牛油 用糖 煮了大輪 哇 這是工業製品 煮了大輪 打爛它 放進去 這個留下 再做另一個 版本蘋果批 就用它 這個真棒 叫做 Apple Compact 我不應該吃這些 酸 做多一點 牛油 糖 蘋果 起細地煮 對呀 好吃 真慘 證據確鑿 不好意思 好了 這件事 接下來的東西 大家做了幾十年 就不用我教了 就是這樣 什麼 不給呀 哇 很脆 哇 不一定 真的 哇 蘋果醬蘋果批 正 原來這樣很正 不一定用忌廉 這樣更正 黃豆撈豉油 就是這樣 蘋果醬蘋果批 沒得頂 嘗嘗做 打個聲 沒什麼 很簡單 正啊 開工 吃東西 好 很快 吃東西 就不可以吃 吃東西 あー 雲